打籃球 跳旋 喝牛奶 補蓋 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为了长高 卯足全力 但有专家点出 想长高 春天就是最佳时机 有研究指出 春季是孩子的生长旺季 专家推测这份结果 还剧照时间有关联 不过除了选对季节 四个关键更加重要 首先就是营养要足够 孩子春天出现生长痛 可能就是骨骼营养不足 补充蛋白质 隔 美芯 甚至还有黎氨酸都有帮助 黎氨酸它是一个必须胺基酸 然后你如果缺乏它 你很多的蛋白质 你可能没有办法有效的组成 肉类可以多多补充 但是应该饮食的均衡 第二是睡眠要够 尤其是生长激素 分泌的高点分别在凌晨5点 到早上7点 还有晚上10点到凌晨1点 在这两个时段内 一定要顺利进入深度睡眠 生长激素的分泌 会达到平时的三倍 所以建议晚上8点以后 就不要再进食 以免胃食都逆流 第三想长高 运动一定要挑选 有氧运动 像是游泳 慢跑 骑车 跳绳等 我们临床看 比方说一个双胞胎 从小大概睡眠状况不一样 成年男性 有可能会超到3 4公分 这个是我们肾经的穴道 按摩它 或者是有些是利用跳高的方式 也可以去刺激到它 那帮助我们这个肾气的发展 还有就是要打开皮胃 除了适度按摩也可以利用 鲜渣 省曲 麦芽 等食材帮忙 打开胃口 小儿科医师建议 多利用鼓励方式 让孩子多吃 多睡 多运动 达到最好效果 真的假的 牛乳不一定是100%的鲜奶 外场冷藏柜 鲜乳 牛乳 牛奶 乳饮品 琳琅满目 价格品牌各不同 你会怎么挑 我是没有去分辨 但是感觉上鲜乳 好像就是怕血的感觉 有人是靠感觉 而台中一名女大生 先注意到的 就是卖场这瓶超便宜的牛奶 好奇的发问 价格怎么会差这么多 这个是有加奶粉 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瓶是牛乳不是鲜乳 从名称上来区分 生乳指的是没有经过处理的乳汁 而鲜乳的成分 一定是100%的生乳 牛乳则是乳制品的通称 调味乳 乳饮品 还有一些薄酒乳 我们就会把它统称为 牛乳或牛奶 牛乳不一定是鲜乳 想买100%的鲜乳 可先找这组神秘数字 3056 没错 就是它 看到CNS3056的关键数字 让你一眼区分 它有这个表情 另外有些人会靠保存期限来分 但专家说保存期限的长短 是杀菌方法的不同 不能用来分别 关键还是要找 神秘数字搭配鲜乳标章 100%不会搞错 天气冰得好热好热 到超常超市买杯冰牛奶 好合用营养 但是小心小心 别以为现在冰起来就可以保鲜 货架上的灯光恐怕是变质的凶手 有研究发现 牛奶曝光4小时 就会开始酸化变质 也就是冷藏4小时 营养就开始天津流失 所以最好别用塑胶瓶装 布林瓶装更惨 2小时就流失10% 专家建议纸盒装最佳 最好买那种纸 那种不透光的这种容器 怕光的还有绿茶 就算真空包装 放假长6个月 而茶素也会大浅32% 包装要选不透光材质 例如真空或习惯 柳橙汁开封 没喝完放冰箱冷藏慢慢喝 但放一周内 维生素C就会腰斩 剩下50% 反而用冰镜冷冻库 维生素C会高出两倍 所以基本上柳橙汁 尽量就是提早喝完 鲜香料也会见光死 例如辣椒粉辣度 能维持9个月 但容易受光影响 铝箔带装比较好 甘奶油则是平常存放6个月 抗氧化物就会降低40% 平时存放远离热气 例如瓦斯炉 电锅微波炉 避免开开关关 橄榄油也是不能放太久 所以橄榄油最好是小瓶装 冰箱存放物品不是万能 如果有灯光 塑胶玻璃瓶装牛奶4小时 就变质营养流失 绿茶二茶素降低32% 最好用纸盒装 柳橙汁开封一周内 维生素C少一半 橄榄油半年抗氧货物扫4成 辣椒粉也会变质 建议买小分量比较安全 大分量虽然比较便宜 但营养成分恐怕早就流失 更不划算 大型的量饭店 各种品牌容量的鲜奶琳琅满目 民众左挑右选 看哪一种是最划算 但是鲜奶可不是人人都能喝得多 哥哥他就是喝比较多的话 就会腹泻这样子 有的人有乳糖不耐症 人体有时候无法完全分解乳糖 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症 但也有些爱美女性 对牛奶是敬而远之 有营养师贴文 说自己喝太多牛奶 就会长痘痘 全脂奶或者是低脂奶 其实都还是含有一些油脂 会造成可能身体的一些 过敏症状 或者是油脂量 比较高容易长痘痘 如果不喝牛奶 很多人会选择植物奶 补充营养 但加了一个奶字 就真的是奶了吗 大部分民众还是搞不清楚 动物奶的脂肪 是不是会比较多一点 有的人会想要减肥还是什么的 他可能会比较喜欢喝植物奶这样 营养师指出燕麦奶内 一点奶都没有 富含膳食纤维是颧骨肝筋类 线热奶算油脂类 热量比较高 主要成分不是蛋白质 所以根本不能拿来取代牛奶 很多人不敢喝牛奶 改喝植物奶 结果成分中 没奶蛋白质不多 不能较奶 搞清楚营养成分才不会喝了 等于没喝 许多人喜欢一天一杯牛奶 来摄取钙质维持健康 但是怕胖就以低脂牛奶为首选 但是低脂和全脂真的差很多吗 低脂的全脂比较油 但哈佛大学研究却显示 喝低脂牛奶比较容易罹患 帕金三世症 让民众惊讶 低脂的 觉得自己太胖了 是没听过 为什么 实际翻看标示 每100毫升的全脂牛奶 和低脂牛奶相比 差别真的只有热量和脂肪 其他素质都几乎一样 脂肪比例就差了 大概有两倍的量 总热量就会有所差异 不过美国哈佛大学研究 却有惊人发现 如果每周摄取7份脱脂 或是低脂牛奶 比起只喝1分以下的民众 罹患帕金三世症的几率 近高处39% 对此医师这样说 脱脂类乳制品降得更多 尿酸降低反而会增加 帕金三世症的风险 因为上市的尿酸 它本身其实也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医师表示 喝低脂牛奶罹患帕金三世症的风险增加 是因为牛奶蛋白会降低血液里的尿酸水平 脑细胞较无法抗氧化 而且在喝低脂牛奶后 尿酸下降的情形更明显 医师建议除非是有三高或是过胖的人 才需要选用低脂牛奶 否则喝全脂牛奶 对发育或是健康都较有帮助 夏天来了大口吃冰喝下了冷饮 对于不少女性来说代价就是胜利期来 会痛不欲胜 不过有名女网友就表示 自己饱受精痛折磨了20年 明明戒掉了冰饮 试过中药条理 却缓解不了胜利痛 其实问题是处在这里 该名女网友表示 因为减肥戒到原本超外喝的鲜奶茶和拿铁 没想到从此以后不再精痛 女士直接点名会精痛的女性要小心 含咖啡因饮料糖分盐分高的食物 乳制品酒精这五种类别 可能会刺激子宫收缩害精痛更痛了 建议在生理期期间应该避免或减少摄取 孩子和长辈都需要补够充足的营养 医师就建议从饮食中来平均摄取 避免饮食的失衡 小心啊还没有补到先搞坏的身体 中天亚洲台真的假的为你解密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周一下午五点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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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费力 转发 槽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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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纠毫布